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跳舞是王一博热爱且擅长的领域 每当音乐响起,王一博就忍不住跟着动起来 用粉丝的话来说就是就喜欢王一博这种断手断脚的舞蹈 然而最近王一博的脚却受伤了 本就工作繁忙的他还要录制新综艺 这就是街舞三 所以脚伤就更加让人担心了 在天天向上当中,王一博首次回应脚伤 结果却引来了代言伤的嘲笑 天天向上最近正在栽培男团 隔壁有乘风破浪的姐姐 这里又有追不梦想的哥哥 经过了层层选拔,已经有七人成团出道了 王一博虽然是年纪最小的老妖 但是却成为了哥哥们的舞蹈导师 一路走来指导哥哥们的每一支舞蹈 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之下 王一博尽可能的帮助哥哥们 在保证效果的同时简化舞蹈的动作 然而哥哥们成团之后准备一场路演活动 王一博的脚却受伤了 走路是一瘸一拐的 很多时候只能够一个人坐在一旁 看着大家跳舞 进行动作上的一些指导 虽然一开始王一博努力的在镜头面前 掩盖自己受伤这件事情 但是还是被粉丝发现了 都告诉他养好脚在工作 然而在天天向上的节目当中 王一博却依旧按捺不住跳舞的心 在哥哥们排练的时候 自己也跟着跳了起来 与此同时 大家问王一博的脚是怎么受伤的 这也是粉丝们一直以来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然而听到这样的问题吧 王一博却笑了 坐在一旁说自己很傻 而且也很无语 这更加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了 原来他是因为玩跳舞机才受伤的 有着舞蹈天才称号的王一博 居然在跳舞机里边的面前翻车了 怪不得自己提到此事都忍不住笑出声了 听到这个回应之后 嘉宾们也都哭笑不得 自家孩子这样的事迹 天妈是绝对不会藏着掖着的 很快就将这一段给发了出来 让更多人来围观自家的傻孩子 结果有趣的一幕出现了 半夜发布之后 来一份的官博居然跑过来评论了 直接嘲笑王一博 早知道这个代言人这么傻 我就多签他个十年八年的 来一份是王一博众多金主爸爸当中的一个 深受粉丝的喜欢 一直以来 来一份都对王一博这个代言人宠爱有加 所以才会那么晚了 还出来评论天天上上的动态 就连这个粉丝的调侃 居然还有晚单 不得不说代言商啊 这一波的嘲讽戳中了很多人的笑点 粉丝是忍俊不惊 连代言商都嘲笑王一博太傻了 看来酷盖这个标签不保了啊 猛蠢奶盖的身份藏不住了 不过虽然王一博脚受伤了 但是却坚持上班 而且在节目当中 依旧为大家去编排舞蹈 音乐响起的时候 王一博的表现宛如是没有受伤一样 看到这里 粉丝们都十分心疼 自从得知这个王一博的脚受伤之后 就反复的叮嘱他好好养伤 可是如今来看 王一博这个宅宅 脚坏了也要跳舞 近日万众期待的新综艺 《夏日冲浪电》日前如期播出 王一博作为首位来到节目的嘉宾 贡献了不低的热度 而他在其中的表现也令人非常惊喜 冲浪的时候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 王一博第一次上班就直接站了起来 顺利地冲到了岸边 这样的悟性和学习能力 让老师不停地感慨 王一博在各种技能的学习方面 一向备受赞誉 这一次能够获得教练的认可 并不让人意外 《夏日冲浪电》是一次很不同的节目 内容主打冲浪 以及相关的水上和海边活动 在炎炎夏日给观众送去 隔着屏幕的清凉感 王一博是来到这里的第一位飞行嘉宾 他和韩东君是相识许久的网友 两个人经常在网络上去交流 除此之外就只在影评上面看到过对方 还没有正式见过面 这次的综艺里 韩东君是常驻嘉宾之一 两个人终于有了见面的机会了 一见面 韩东君就和王一博很是要好的样子 两人都是摩托车赛车手 很有一些共同话题 除此之外 王一博和黄轩之间看起来也关系匪浅 虽然两个人在公众面前没有太多交集 但看起来交谈甚欢 没有陌生的感觉 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黄轩对王一博这个后背很有好感 对他有多照顾 还喝着啤酒与王一博夜谈呢 据了解 黄轩和王一博极有可能会合作一次新戏 爱情艺今年会开机的新剧当中 洛阳在很早的时候就传出了拍摄消息 双男主的人选极有可能是 黄轩和王一博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提到 两个人聊天的时候 王轩提到了王一博是洛阳人 并且表示对这个地方很是向往 有机会一定要去王一博的家乡看一看 两个人在这一段交谈的时候啊 表情颇有了些了然于心的味道 相视一笑极有默契 许多观众因此而更加的期待他们合作了 在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 因为教练还没有来 嘉宾们就先带着王一博去海边 体验了一下冲浪的感觉 王一博是第一次用冲浪板来冲浪 在寒冬军的提点之下 他已经能够在乱浪当中短暂的站了起来了 这对于初学者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得益于王一博平日里的爱好和特长 无论是跳舞还是摩托车 滑板都对人的核心力量以及平衡能力要求很高 这些都让王一博在第一次冲浪的时候就表现得很不错 到了教练正式教导的时候 王一博更是将他的学习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教练一点就通 他第一次正式冲浪就获得了成功 顺利的冲到了岸边 一旁的教练不断的感慨 王一博真的是极有天赋的人 学东西的能力很强 物信也很高 对别人教导的东西一点就通 教练还感慨 如果所有学生都能够像他一样有天分 相信自己的工作一定会轻松不少呢 王一博这样出众的学习能力其实早有体现 他在天天向上的时候就经常和前来录制节目的嘉宾互动 向他们学习不同的技能 几乎所有的嘉宾都会夸奖王一博的悟性和天分 学习对他来说仿佛是格外的容易 短时间内基本都能够轻松的学到皮毛了 这也让王一博在综艺节目里总是能够有很不错的表现 给观众和粉丝带去很多惊喜 节目中结束了一天的活动之后 几位嘉宾聚在一起吃饭 黄轩询问王一博今天是不是格外开心 王一博不断的感慨 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真的非常快乐 作为刚火不过一年的新人演员 王一博日常的工作行程非常忙碌 他已经许久没有像在冲浪电的时候这样自在的玩耍了 但成名必然会有这个过程 相信王一博一定会早有心理准备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